好,弟兄姐妹们,同学们,我们再次回到课室里面,我们继续的上课。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整个世事时代的灵性低沉跟昏迷, 就是包括了为什么他们把很多不重要的事情变成重要, 然后把重要的事情变成不重要。 就好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 特别是耶父他的女儿,为什么他们哀哭的是他们成为处女, 或者他没有出嫁, 那就可以告诉我们其实他们所有的价值观全部颠倒跟混乱, 就是在生活的里面到底什么是重要的, 什么是不重要的,他们都弄不清楚了, 所以才会产生的那种我们看起来很奇怪的记载, 你也不太能够理解的,就是因为人在这方面的毛病。 我们在过后,我们继续的会谈到整个世事时代的那种情况。 然后我们就进入第十二章, 那这一章主要讲到以法连的自大, 他们就来闹事,就惹怒耶夫他引发内战, 造成惨重的人命的损失, 这是第十二章所要谈的。 好,第一节说, 以法连人积极,到了北方对耶夫他说, 你去与亚门人征战, 为什么没有造我们同去呢? 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仿务。 那以法连他们就来找耶夫他的麻烦。 第二,第三,第十, 耶夫他对他们说, 我和我的民以亚门人大大征战, 我召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的手。 我叫你们不来救我, 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 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 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 于是耶夫他召集激烈人, 以以法连人征战, 激烈人击杀以法连人。 是因他们说, 你们激烈人在以法连马那西中间, 不过是以法连逃亡的人。 耶夫他他面对以法连人的挑衅, 所以当耶夫他打败亚门, 解放以色列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争吵就忽然间临到了。 那可以说是一波刚刚平了, 一波又起了。 这就是人生的常态。 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 解决了一个问题之后, 又有一个问题来面对了。 那你看到从和睦到战争呢, 其实是短短的四节经文里面, 那些几句的对话之后, 战争就爆发了。 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见几件事情。 第一件看见的就是人的骄傲跟自大 所带来的好斗跟斗争。 如果你有印象, 我们过去谈到以法连人, 他们是很优越的, 他们是天使地利, 在他们的这个居住的环境, 所以他们就骄傲起来。 所以真言十一章二节说, 骄傲来,羞耻也来。 那骄傲不是不单单带来羞耻, 很多的时候更带来思想的混乱, 那没有办法分析, 也不懂得反省。 当耶夫他打圣了亚门人, 解放以色列的时候, 以法连应该是欢喜的。 所以我们说, 一个肢体得荣耀, 其他的肢体就得荣耀。 他们打圣战是好的事情, 但他们竟然纠纵闹事。 以法连人因着优越感而骄傲, 因着骄傲而生嫉妒。 我们记得在一百多年前, 他们用同样的理由, 跟积淀大大的争吵, 被积淀回答如何, 使怒消退, 所以他们就和解了。 但这一次以法连人变本加厉, 他们已经超过四万两千人渡过了约旦河。 那么渡过约旦河, 他绝对不只是来抱怨, 威胁, 也不只是为了对付一个耶弗塔, 而是正式前来要攻打激烈人。 所以他们讲话很硬, 我们要烧你的房子, 基本上是来打仗的。 所以耶弗塔没有用柔和的言语来迁就以法连人, 而是果断地召集了激烈人, 跟以法连人就争战了。 这就是骄傲的结果。 那骄傲的人在我们的当中常常也会有这些问题, 那我们不能够否认有时候教会中有会出现一些骄傲自大的人。 那这些人他们只注意自己的荣耀, 却不愿意付代价来侍奉。 他们只坚持自己的意见, 却不肯体谅弟兄。 他们只计较内部的是非, 却不热心扩展上帝的国。 那其实内在里面就是一股骄傲。 所以当我们领受的恩赐越大, 恩典越多的时候, 我们要提醒自己在神面前的隐藏, 在人面前的谦卑。 以法连人的确是中资派中最蒙福的, 他们的地最好。 我们说过了会幕在他们当中, 所以因此他们应该感觉到他们应该谦卑, 但是相反的, 他们却是争强好胜好斗的。 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勒住舌头 在哪一个时代都一样重要的。 或从口出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每个时代都是如此。 就算离开我们几千年的这些古代旧业的时代, 以法连人心思问罪的态度, 你可以看见这是没有办法让人能够接受。 而且他们夸大跟不诚实, 他们对耶夫说你没有召我们来征战。 但是耶夫他说我召你们来, 你们都不来, 我不是没有召你们。 其实这个情况跟积淀的类似。 积淀说我也召你们, 但是你们没有来。 所以因此很多的时候夸大跟不诚实, 他们就造成了很多的祸患。 有很多时候我们说话也是这样把小小的事情夸大了, 不诚实了, 就变成祸害。 他恐吓, 他羞辱他们, 说他们是逃跑的人, 就是胆小的人。 那耶夫他当然也有他的口舌的问题, 耶夫他是一个胡乱许愿的人, 这就是他口舌的问题。 而且这件事情他也不愿意和谈, 他虽然看见以法连的强势, 但是他没有从积淀的身上来学习, 其次就是什么? 回答柔和, 鼠怒消退。 所以他也不愿意让步, 因此他的口舌也是很坚硬的, 所以就造成了这些问题。 第五节, 激烈人把守越旦河的渡口, 不容以法连人过去。 以法连逃走的人若说, 容我过去。 激烈就问他说, 你是以法连人不是。 他若说不是, 就对他们说, 你说是剥裂。 以法连人因为咬不争之鹰, 便说吸剥裂。 激烈人就将他拿住, 杀在越旦河的渡口, 那时以法连人被杀的有十万二千人。 所以他们全部逃过河。 他们现在从越旦河已经过到这里来, 所以打战的时候, 他们就要逃回去嘛。 所以他们要逃回去的时候, 激烈人就在渡口那边等着他们。 所以他们来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他们有一些口音的问题。 那施剥裂在旧月里也被译为罪子或者是河。 所以很有可能, 其实他们激烈人可能就是让以法连人站在越旦河边, 然后说你讲河看看。 如果讲他讲的不是河, 他讲河还是什么之类的, 他就把他怎样给杀了, 他发音有问题。 我们都知道发音有问题是各个民族的, 就好像在台湾人、福建人, 他们没有F的声音, 他们很难, 他们吃饭, 他们很难讲饭, 他们讲换, 吃换。 所以因为他的H的声音很强烈, 所以很难发出, 所以他们不是讲飞机, 就是说很多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发出那个F的声音。 那我们就可以看这些人的口音, 有时候会有这些问题。 所以这些口音对这个以法连人可能是剥裂, 他们讲不出来讲吸剥裂, 所以他一听就知道你不是什么, 你是以法连人。 虽然你说不是在你的口音室, 就把你杀了。 所以口音有时候也会遭来困难, 或从口处也包括了口音, 所以不只是言语内容, 有时语音的准确也会带来麻烦, 所以练好语音有时候是什么? 是必要的。 所以我们也知道, 很多的时候我们讲道的人, 一个声音有时候错了, 人家听成另外一个意思, 那也很严重的。 我们记得宋博士他讲道的时候, 他有个翻译也好, 所以他要听他讲道的, 听他的翻译要听得清楚, 但是有时候他可能发音不清楚, 他翻译就错了, 就把他推下去。 所以这是, 因为他有要求嘛, 但是宋博士可能不知道他自己的口音很重, 我有一次看一个, 在一个传记里面提到他有一次, 人替他翻译, 他讲到这一个homesick, 就是说一说我很想家叫, 英文叫homesick, 他用英文讲homesick, 那那个人就跟他翻译成homesick, homesick,homesick,homesick。 所以就给他赶出去,赶下去。 他要的不是你来翻译homesick, 他要你的翻译是什么, 我很想家, 但是可能他听不清楚的homesick, 他听成homesick, 所以口音的确是一个问题, 所以当时候这个乙发连人就是这样 就这样他们就在渡口那里等着他们 所以我们的发音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害了我们 也说不定 所以生活中总是有这些难以想象的东西 那么第三方面我们看到敌人不只在外面 最危险的敌人是在里面 外敌异党内敌难抗 所以你看这场战争后来发生的时候 那个惨烈是比外敌更惨烈 他们打击打亚门人没有这么惨烈 亚门人他们轻易的对付 但是来到这里的时候却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甚至整个的以发连人差不多都给他们 要杀了四万两千人这么多 那我们从这里也看到一个不和睦的代价的惨重 为什么大打出手呢 以发连人的骄傲好斗当然是原因 耶夫他的理性至上 理性先行忽略了恩典 结果把小事变成大事 其实耶夫他怕很会谈判 他为什么不跟以发连人谈判呢 因为他的理性认为说 是你有亏负于我们 你还要怪我们 你甚至还要打我们 所以理性上我就要这样 我就要还记你 所以理性如果走在前面恩典忽略的时候 小事就会变成很大的事情 当然还有加上他们自卑 耶夫他这些人比较自卑 他没有办法承受别人的讥讽 在嘲笑 所以以发连人嘲笑激烈人是叛徒 那可能挖苦激烈人在进迦南时候 他们留在越旦河东 所以他们是叛徒 他们是逃跑者 所以就可以说 对他们很大的一个伤害 所以当人在争论的时候 自卑的一方被对方的眼里刺中要害 是怒不可歇的 所以激烈人被惹动 竟然对以发连人就赶尽杀绝 内战就比外战更狠 所以以发连人 这个骄傲的以发连人 就诽谤激烈人是以发连逃亡的人 结果自己却成了什么 以发连逃走的人 他们以自己是以发连人而感到优越 现在却说自己不是以发连人 所以我们再次看见有时候神允许 他们落到这样的地步 真的要告诉我们 你怎样论断人 也必怎样的被论断 世界上的事情 我们从过去 亚比米勒已经学到 你用什么邪恶的方法对付人 人就用什么邪恶的方法对付你 所以你怎样待人 人就怎样待你 同样的你怎样论断人 也必怎样被论断 那这场战争死了四万两千人 如果我们把以色列人的重大死亡事件排列起来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除了北国 比加撒拜南国亚哈斯的死亡人数之外 那这是第二大的 耶父他撒拜以发连人 结果四万两千人 如果我们再回去民宿记看 以发连人的人口的时候 当时候差不多人 他们才几万人而已 结果 当然经过了这一百多年 他们人数增加了 不过你可以看到 他们去死了四万两千人 所以我们再次看到相争跟和睦的代价 相争 当我们不计财物 单单死亡人数 就四万两千人 代价非常的大 但是如果他们肯和睦呢 只要不牵涉人命 再大的赔偿也是什么 微小的 如果和睦需要赔偿的话 那只要不牵涉人命 我们说了 再赔偿也是小的 但是现在他们选择的不是和睦 选择的是象征 结果你永远常常要记得 不要象征 因为代价一定很大的 一定要和睦 就算吃一点亏 这个和睦也是值得的 因为和睦 寻求和睦 所付的代价相对是少的 虽然可能看起来很大 当然圣经也讲了一句话 但有时候是不可行的 不是说你要和睦 就能够和睦 就好像耶夫他如果要和睦 以发连坚持不和睦 那你又能怎样呢 但是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人 如果大家都是成熟的人 没有理由不选择和睦的 但是如果大家都不愿意成为成熟的人 那就很有可能 我们只能够相争了 所以我们常常说 任何的战争都没有赢家的 就算你说我打赢了 那也是输的 因为你必须你还是损失惨重 但我们得承认 在这个罪恶的世界 有些事情不能够照我们的心意而行 有些事情不是我们愿意这样就能够了 因为有时候你愿意和睦 别人不愿意和睦 所以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战争 这个世界为什么有所谓的公益 真理之战 也就是很多时候人选择不和睦 虽然激烈人对弟兄做得太过头 但这四万两千人都是过了越旦河 准备屠杀河东弟兄的 所以神允许他们受到严厉的管教 那这个管教也为神兴起国度的君王 预备的道路 因为爱嫉妒的以发连人很难接受 由神从另外一个支派 拳选的君王 而其他的支派也很难接受 一位骄傲自大的以发连人做王 意思就是说 将来我们知道君王要处于由大 以发连人是很难接受的 但经过这一件事件之后 他们得到教训 他们得到管教 那接着下来 或许就很容易 比较容易能够接纳别的支派出君王了 所以因此当由大君王出来的时候 那最早是变亚敏的这个扫罗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能够接受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中的 那这些容易被惹动的人呢 像以发连人 骄傲很容易被惹动的 其实教会中也有的 他们总是得理不饶人 有时候用更大的骄傲去指责别人的骄傲 用缺乏爱心的言理 去批评别人没有爱心 那这些人提醒我们 血气一定会惹动血气 当我们对骄傲自大生物痛绝的时候 求主检查我们有没有带着骄傲 而当我们缺乏爱心 义愤填膺的时候 求主检查我们有没有爱心 这些都是人生的功课 当我们对冷淡退后批评指责的时候 求主检查我们 是不是自以为一 所以以发连人的事件 那就因为人的种种问题就产生了 但是这是很可惜 很可悲的 但是还是什么 还是发生了 那我们看第七节 耶夫他做以色列的事事六年 激烈人耶夫他死了 站在激烈的一座城里 那耶夫他的故事就落幕了 那经文没有记载国中太平 却记载了以发连人因耶夫他 而被杀的共四万两千人之多 所以换句话说 基本上他是黯淡的 他的整个的这个世事的时代 他虽然释放了以色列人 脱离亚门人的时候 且引发了严重的内战 耶夫他是世事纪里面 出生最卑微的一个世事 亚比比米勒是欠所生的 他是妻女所生的 所以他在从社会的层面来看 他是最卑微的 所以我们回顾耶夫他的一生 他出生背景不好 但我们不能否认 他有好的先天条件 我们说过他不是一个愚蠢的人 他是一个有自谋的人 他是一个可以领导的人 他是一个可以做事事打战的人 他是一个有对自己 有这个勤奋成长的人 所以他有很多先天的条件 不然长老们就不会 老远地跑去找他 请他回来 所以他是有他 可以被看见的这些条件 虽然他出现背景不好 他被人忌解 却自己努力奋斗 所以当机会来到的时候 他能够乘风而上 他自卑及好强的品格 最终害了他 很多时候人的成功 在方方面面都可以成功 但就是因为生命中的自卑 好强的一些的品格 看起来没什么 但有时候在最关键的时候 却产生了什么 却产生了 却成为一个致命伤 所以当年美国总统 尼克森 尼克森是美国总统 虽然是一个相当伟大的总统 其实他的期待就是能够带领 当时候美国能够庆祝200周 建国200周年 而他是跟中国建交的 到中国去访问的一个总统 可以说当身旺很高 但是他那个好胜心太强 以至于当他们在竞选的时候 他一定要胜的这种心态 他用了下三流的手段 就是去偷听 去偷听他的政党 敌对的政党的那一个开会 所以这就是有名的水门事件 那水门事件会发生 就是因为尼克森的那种好胜心 很强很强到 他选择用一个卑劣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好胜 你说我不能输 你怎样能不能输 当你害怕的时候 可能你就走什么 走选择一条错误的路 这就是这里所谓的 最终把他害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 常常得在生命中 看到一些生命的软弱 然后让那个软弱被监视着 求神的恩典 临到我们 然后来胜过他 不然有很多的时候 你可以见很多的丰功伟绩 但是最后把他给你 给拖垮了 就是那样一件事情 所以可以看到最后 尼克森被弹劳 那很多的传记里面 你读的话 不同的人的传记里面 你都会找到这样的东西 耶父他也是如此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真理的知识 真理知识上十分幼稚 他对上帝的认识也没有深度 所以被家人人同化的宗教形态 所以他能够用想到献翻记 把人献为 就是家人的宗教的特色 他竟然被同化 他甚至对上帝 可以起作这样的事 那么他切乏处理 纠纷的这个技巧 越是越严重的 越需要有技巧来解决 但是这方面他就没有了 所以他就选择 跟以法连打战 因为他军事角力的权力 权威争斗也影响了他 他选择 我如果可以打败亚门人 我也可以打败你们 而那个时候 他真的壮大的时候 他要更大的权力 所以他决定借助 把以法连的杀了 来展现他的权力 所以爱对上帝 认识的缺乏 没有反思上帝的旨意 在他的身上 神为什么用他 神为什么让他做事实 所以他如果能够 进一步的反思 他会回到 我要成就上帝的心意 而不是我自己的权力 但靠个人天赋的谋略 最终成为 自我膨胀的领袖 导致犯下了极其 严重的错误 我们都会有这个毛病 特别你为着什么 而做的时候 服事也会有个时候 大一个时候 你为什么服事 你为什么要发展 为什么要扩展 有时候可能 只是个人的一个心意 但并不一定是上帝的心意 可能只要展现自己的 某一方面的能力 而并不是上帝的能力 这些都发生 有可能也不知道 为着什么 就是工作已经成为一个 什么很自然的 我为什么这样做 也已经忘了 我是在服事上帝 按照上帝的心意而活 所以他做事 时期间 看到一场家庭的大悲剧 他自己的家庭悲剧 还有一场 以色列的悲剧 就是以法连四万两千人 死在他的战争里面 不管怎样评估 耶夫他的成败 我们都不能否认是上帝 卷选了他 所以上帝的卷选不在乎 人的尊贵乃在乎 他的恩典 这也是我们要必须明白 所以在耶夫他的之后 我们就进到有三个小事师 一个叫做以比赞 一个叫做以伦 另外一个叫做亚顿 这最后的几节 我们来读 耶夫他以后 有伯利恒人以比赞 做以色列的事师 他有三十个儿子 三十个女子儿 女儿都嫁出去了 他给众子从外乡 娶了三十个邪妇 他做以色列的事师七年 以比赞死了 葬在伯利恒 以比赞之后 有西部伦人以伦 做以色列事师十年 西部伦人以伦死了 葬在西部伦地的亚伦 以伦之后 有比拉顿人西列的儿子亚顿 做以色列的事师 他有四十个儿子 三十个孙子 骑着七十匹离居 亚顿做以色列的事师十八年 比拉顿人西列的儿子亚顿 死了 站在以法连帝的比拉顿 在亚玛利人的三地 那这三个小事师 就好像之前的那些小事师这样 那这个记载你读的时候什么感觉 没有记载他们有什么工作 记载他们什么 孩子很多 所以你首先会看见 他记载的是他厚意众多 多到你无法相信 我说你读四十 他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记载 你说他不是四十 他是四十 就是跟正常不太一样就对了 首先你看这以比赞 他有儿子三十个 女儿三十个 媳妇三十个 他是儿子三十个 不是包子三十个 他是孩子有三十个 再加上媳妇三十个六十个 然后女儿三十个 其实他说他们都嫁出去了 嫁到外乡去了 所以其实他就整个家族一百二十个 他开教会最好的 一开就一百多人的教会 你可以看见他如果发展教会 一定很快 但自己的家里人就一百多人 亚顿呢 然后跳过了一个语轮 没有记载不代表没有 他是省略了 亚顿是儿子四十个比他还厉害 然后就跳到孙子 十十个了 其实圣经要想传达什么 其实有很多的 这个叫做data 我们常说的 这就是资料 数据 数据让你解读信息的 所以你看一些数据 其实就告诉你有信息 隐藏在其中的 他提到儿子这一代 他提到媳妇 他提到孙子 其实他正在告诉你什么 他告诉你 他们整个的婚取的状况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孩子这么多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孩子呢 你想一个女人可以生这么多吗 或许可以吧 但我肯定他不是一个女人生的 他一定可能好几个女人生的 所以换句话说这些世事他们都有欠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婚姻的状况 那么这就是他们的婚姻的状态 就好像积淀也有欠 这些都是告诉你世事的社会情况 因此你看以比赞的女儿都嫁出去了 那纵旨从外乡娶了三十个媳妇 外乡意味着以比赞为儿子娶了外邦的女子 所以他们也怎么样 也就这样子的家庭的社会的混乱 所以世事时代的家庭婚姻状态是 个人任意嫁娶跟生育 任意嫁娶的意思就是 他们可以随意 他们有妻有妾 然后生很多的孩子 而且这些都是在 这些都是领袖事实 我们以后在最后会看到一个立位人 还有妾对吗 所以因此反领积淀开始 以色列人学习 家男人多妻以至婚应激家庭迅速的败坏 以色列人一代代在破碎的家庭关系中成长 产生出亚比米勒和耶夫他的悲剧 所以家庭孩子这么多 不同的妈妈生的会和谐吗 可能就产生了矛盾 家里很多的问题 家庭很多的问题 同时他们取得外乡人 犯了摩西五金不可以 家男族通婚的诫命 为日后参孙跟外邦女子的情爱 埋下了不比 种下以色列受仆人 外邦能管辖的恶果 所以耶夫他之后的几位逝世 在位的时间都很短 圣经没有提到他们的拯救 更没有提到他们国中太平 虽然积淀之后的世事越来越有钱有势 但却不再有什么国中太平 可以知道百姓在属灵上不断的什么 走下坡路的 那几节经文其实就是交代你 婚姻的情况 如果婚姻的情况不好 就是表示整个灵性的下滑 刚才你可以看到 他们为了嫁娶的问题来哀哭 但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嫁娶是这样子的随便 再次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事的精神 就是个人任意和行 所以求主让我们明白 有些时候在家庭的问题 就反映出社会的问题 所以这些事实在圣经里面 出现在这里的 他们都在说明那个时候的精神 那当然为什么没有什么 记载他们的工作呢 想想看他们还有时间照顾 你要照顾孩子 还有时间做其他事情吗 没有时间了 家庭就把他缠住了 家庭就把他累倒了 所以我们再回去看到的时候 甚至到另外一代 已经来到孙子的那一代 就表示他一代一代的 都是这样子的家庭问题 所以产生了极大的悲惨的事件 那我们就从 从这些事实的事情来看到 人真的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 就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 一切才会回归正轨 我们如果偏离上帝的时候 我们真的在思想 在社会 在家庭 在个人 在生命的成长 在灵性的金钱等等都会受到很大很大的破坏 跟灵想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晚上 我们需要学习的 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再次被提醒 那这件事情之后呢 我们当然就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进入了参孙的故事 所以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接着下来的四章 都是记载参孙 那参孙是整个世诗时代的 或者说整个世诗记的最后一个事实 但大家记得它不是最后一个事实 最后一个事实实际上 在历史上的是沙摩尔 我们下个礼拜再开始来看十三章 我们祷告